5. 艺术的整合 5. 文学与表演艺术的整合 5. 3. 欧洲十九世纪戏剧 谢朝中作 19世纪的戏剧分为早期和晚期两部分 早期 早期以情节剧和浪漫主义为主 法国 从法国开始 情节剧成为最受欢迎的戏剧形式 August von Kotzebue的《Misanthropy and Repentance》 以789 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情节剧 Kotzebue和René Charles Gilbert de Pixer Court的戏剧 将情节剧确立为19世纪初的主要戏剧形式 德国 在德国 服装和布景的历史准确性出现了趋势 剧院建筑发生了革命 并引入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戏剧形式 受到19世纪哲学和视觉艺术趋势的影响 德国作家对调顿人的过去越来越着迷 民族主义意识也越来越强 God Hold Ephraim Lessing Johan Wolfgang von Goethe Friedrich Schiller 和其他狂飙运动剧作家 激发了人们对感觉和本能作为道德行为 指南的日益增长的信念 英国 在英国 Percy Bisch Shelley和Lord Byron是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剧作家 尽管雪来的戏剧直到本世纪后期才上演 在小型剧院中 Breletta和情节剧最受欢迎 Cotsubu的戏剧被翻译成英文 Thomas Holcroft的A Tale of Mystery是许多英文情节剧中的第一部 James Sheridan Knowles和Edward Bower-Lytton建立了一部 绅士风度的戏剧 开始重新建立剧院昔日与贵族的威望 后期 19世纪后期出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戏剧类型 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 例如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先驱 俄罗斯 现实主义于19世纪在俄罗斯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早开始 并采取了更加不妥协的形式 从Yvonne Trigenyev的戏剧开始 他用国内的细节来揭示内心的动荡 Alexei Paisansky 其A Bitter Fate 1859 预示了自然主义 Leo Tolstoy 他的黑暗的力量 1886 是最有效的自然主义戏剧之一 The Russian tradition of psychorealism peaked with Konstantin Stanislavsky And Vladimir Nemirovich Danchenk Establishing the Moscow Art Theater 德国 19世纪后期德国最重要的戏剧力量 是在Ludwig Kronig的指导下的Geyord二世 Duke of Saxe Meinen-Gen 和他的Meinen-Gen Ensemble Meinen-Gen Ensemble站在统一制作新运动 或Richard Varner称之为总体艺术 Gesamtkunstwerk 的开端 以及导演 以牺牲演员为代价 作为戏剧制作中的主导艺术家的崛起 自然主义 法国 自然主义是一种源自查尔斯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 1859 和当代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戏剧运动 他的主要支持者是Emile Zola 佐拉思想的实现 因缺乏能写自然主义戏剧的剧作家 而受到阻碍 Andre Antoine出现在1880年代 他的自由剧院只对会员开放 因此不受审查 他很快得到了佐拉的认可 开始上演自然主义作品和其他外国写实作品 英国 从1860年代开始 法国清歌剧开始流行 Gilbert和Sullivan的喜剧歌剧非常成功 例如《陛下之剑皮纳符号》 1878和《天皇》1885 他们极大的扩大了音乐剧的观众群 再加上伦敦和纽约的街道照明和交通大大改善 导致了伦敦西区和百老会建设维多利亚时代 和爱德华时代晚期剧院的热潮 雖然他们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但更重要的戏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剧作家Henrik Gibson 亦捕生于1828年出生于挪威 他写了25部戏剧 其中最著名的是《玩偶之家》 1879、《鬼魂》、《1881》、《野鸭》、《1884》和《Hedda Gabler》、《1890》 此外 他的作品《Rasmus Alm》、《1886》和《When We Dead Awaken》、《1899》 唤起了一种神秘力量在人类命运中的作用 这将成为象征主义和所谓的荒诞剧场的主要主题 一补生之后的英国 在一补生之后 英国戏剧在George Bernard Shaw、Oscar Wilde、John Goldsworthy和William Butler Yeats的作品中经历了复兴 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英语而严肃的作品不同 肖伯纳和王尔德主要以喜剧形式写作 爱德华时代的音乐喜剧非常受欢迎 吸引了90年代同性恋中产阶级的口味 并迎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众对逃避现实娱乐的偏好